992.4159 香港相報月線陷屏治的歌拋出車外忘 2015年5月27日香港新聞A18 香港相報信 記者奉人樂報導 長沙環大報導前晚深夜有的士 而月線與屏治相撞 的士司機被拋出車外後腦中藏 送院搶救後不治 警方發現的士司機安全帶沒有拉扯行 懷疑有人未扣妥安全帶而喪命 車禍中藏身的士司機姓六 送往瑪嘉莉醫院搶救過多小時候不治 平折車上姓張南司機27歲 姓吾女乘客33歲 及其兒子6歲 在名愛醫院治理後已出院 島地爆後腦疑毛在安全帶警方西九龍交通意外 調查組新鄰陰高級督察表示 救護員到場前的士司機已倒我車外 安全帶初步沒有拉扯行 他是否構想安全帶可由化驗試驗出 身有清死者致命傷估計事後腦明顯離開 同時阻力骨有骨折 真正死因有待檢驗 意外在前晚十一時許 聖陸司機駕駛的士員大步道向深水規郎 行駛 陶置琵琶傘段落車 而失控越線與反方向平折相撞 兩車車頭損毀 途經駕駛人士停車協助及報警 目擊者指的士司機飛出車外以無知覺 警方到場封路 救護員將重傷的士司機送院 平治上三名傷者被送到醫院救治後 昨日早上陸續出院 交通警員在現場完成調查後 將兩車拖走檢驗 畢竟 沁的士司司機